屏東市河生路上 有一輛載著瓦斯的小貨車 綠燈起步時候 車上的瓦斯桶 一次沒有綁好 直接就掉到大馬路上 到處滾 而剛好行駛在旁邊的車輛 差一點閃避不及就撞上 還好沒有發生任何意外 但警方還是要開發 浩志剛從紅燈轉為綠燈 車輛開始前行 但下一秒前方這台小貨車 突然掉落兩支瓦斯鋼瓶 後方的車輛差點來不及反應 甚至慢車道的水泥車 一度就要輾過鋼瓶 後方車輛的行車記錄器 驚險瞬間全程拍了下來 目擊的駕駛嚇出一身冷汗 一般來說鋼瓶的材質 是經過國家檢驗防重疾 就算重摔也不容易爆炸 但要是開關被打斷掉 可能就會有起火的危險 加上正常的載運都得像這樣 用束帶綑綁起來 護方車斗也一定要確實關上 避免車輛晃動造成滾動掉落的意外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三十條規定 載運人客貨物不穩妥 行駛時顯有危險 儲新台幣三千元以上 一萬八千元以下罰款 警方將針對這名粗心的駕駛 開出最高一萬八千元罰單 好在掉落的瞬間 是處於紅燈轉綠燈車輛剛起步的時候 所以後方的行車速度都不算太快 要是直接高速輾過 恐怕釀成嚴重車禍事故 華盛行物貨物貨物和陳信仁屏東報導